海外网10月10日电 近日香港暴徒又在网上发起所谓的全民口罩日 妄图再度搞乱香港 然而在他们上街宣传时 却遭到香港市民狠狠大恋 港媒称这一活动几乎没有人参与响应 据香港大公报10日报道 香港特区政府定立的禁止蒙面规律 已于上周六五日开始实施 为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 并监禁一年 香港各界纷纷发声支持禁止蒙面规律 香港暴徒却开始乱了阵脚 近日香港暴徒又在网上发起所谓的全民口罩日的活动 妄图煽动香港市民反对禁止蒙面规律 实施 然而暴徒近几个月以来的种种恶行已招致天怒人怨 在他们上街宣传时 几乎没有人参与响应这一荒腾行动 有网友在网上分享贴文称 早上有黄思同事居然没戴口罩 有同事问他为什么不响应兄弟戴口罩 他说自己乘地铁全车只有他一个人戴口罩 笑死人 该网友表示通过香港近几个月的动乱 香港市民已看清 这些暴徒并不是为了所谓的人权 他们就是要搞乱香港祸害香港 在这则贴文下 香港网友纷纷留言讽刺暴徒这一荒唐心惊 有网友表示 但凡有脑有思维的正常人都不会理这群暴徒 有网友吐槽称 真搞不懂暴徒以为有很多市民支持他们的暴乱 以为香港市民都不明事理吗 还有网友直言不戴口罩才符合大多数人的本心意愿 香港市民希望是和平暴乱只会给民众带来伤害 港媒指出香港的暴力活动已经持续数月 数月来暴乱者无视法纪肆意破坏 然而自5日香港特区政府定立的禁止蒙面规律开始实施后 香港暴徒却开始乱了阵脚 妄图通过各种所谓的全民口罩日全民记者等活动继续搞乱香港 然而香港市民却早已认清了这些暴徒的真面目 面对暴徒的恶劣行径 香港市民纷纷挺身而出 并以不响应全民打假等行为予以回击 坚决反对和抵制暴力 有前线人士告诉小编 只要有人被发现和示威者观点不同 立场有益 甚至只要讲普通话 就要遭受私刑 从文明退化到蛮荒 大搞谁恶谁正确 重途末路至今 有些人的险恶用心是再也遮不住了 对异见者拳脚相加烂食暴力的行径 在香港已如病毒般蔓延 香港民间 部分港媒将如是行为命名为私了 自私了城风起 不仅该了的没了城 就算安坐家中或车中 大货都能随时降临 据港媒报道 近期香港各区发现暴徒在道路设施非法路障 拦截车辆肆意翻查 试图找出修班警员 警署和反暴力市民进行私了 更有示威者在香港载弯棒道 坐车匪路坝 逐车收查 如有捐款支持意向 交买路前 5000到1万元 给予放心 另有在香港人士指出 部分黑衣人扮作执法官 成群闯入居民楼 拍门松屋 两日前 暴徒在望角街头堵路横行之际 有成员一被高处置下的玻璃尊 击中头部 随即数名黑衣人逐户拍门 要揪出置物者 另一撮示威者则闯至长沙湾苏乌村 询问居民是否愿意资助革命 奉上钱财方能破财消灾 内容审查到什么程度 凡是在住宅楼下发现 有人进出人员讲普通话 一律将其住宅信息 入门密码等标注于地图之上 以便来日造访 私了之暴虐 也是于10月6日到了极致 一名低势司机途经深水铺 见暴徒四处捣乱 一因受惊踩错油门 勿伤行人随即被拉出车厢围殴 遭铁锤等硬物击打后 惨成雪人 官者无不耸惧 同日香港某艺人因拍下暴徒 毁烂中资银行贵员机罪证 被围打至头部出血 更有市民当街被领腐蚀性液体毁容 此外 自9月末至今 有人因挥动中国国旗 被打至遍体鳞伤 在九龙潭 汪仔 铜锣湾 有数名男子因不满示威者 扰乱社会秩序而当街发生 随即一一造私了 或被黑漆喷面 或受私刑 至头破血流 被送院治疗 光天化日之下 暴徒呼啸而上 以散柄 铁支 垃圾桶 肆意施暴 以近乎常态 作案后还不忘以文宣 栽赃陷害受害者 并视作战绩大家宣扬 当着孩子的面 把孩子父亲打得头破血流 对着摄像头 把无辜路人 殴置步行人士 甚至在社交平台上 传授私了秘籍 游记此前示威者代表 出言强调所谓和李飞 不会单纯因为政见不同 而作出攻击 伪善骗票 机关算尽 现实却给出了人权面具之下 肆虐成威 令人发指的本相 如今走上香港街头 可见被暴徒洗劫 意空的商铺 被焚烧破坏的港铁站 以及随机抽样 搜身搜车的罪恶面孔 被视作政治势力 最该远离的净土 高校也未能幸免于私了侵袭 10月8日 曾在接受访问时 发表反对示威言论的香港理工大学 专业以及持续教育学院演讲师陈伟强 被大批戴面罩的学生 在课堂中围堵私了 在场学生以雷射笔照射 并粗口指骂陈静无效失 并将其推叠三次 有关过程持续在社交媒体上直播 还有人在校舍内张贴 印有陈伟强肖像的宣传单页 伪尊师重道之祖训 靠道德诛心 以硬暴力和软暴力结合来连环冲击 可以享见给高等教育界带去的哗然 据悉如此羞辱 细因陈老师或从口出 近日受采访时 他曾提及 反蒙面法刑法力度不足 未能遏止示威浪潮 认为因督促法庭重判 加强阻下信 学生要求曾就此翻言论道歉 遭后者当场拒绝 而被私了期间 陈伟强曾报警 但学院被指拒绝警察入校处理 未学莫重于尊师 这个道理 各位自发蒙之初就应该知道 以法治文明知名 伤及失者的言论自由 在暴徒的邪私报复 蓄意打压下 舅舅孩子的呼喊 彻底在文明社会被毒死 已经近乎其文了 与此同时 近日香港通识教育的部分 课本也被沦为反对阵营 私了的宣传工具 更有文宣工作配合暴力私了 向反示威人士子女灌输 应该对父辈做的事感到恶心 痛心的同时 也许该问 校园内外的面目猙獰 举止失败 究竟为谁所受 小编仍然记得 香港机场瘫痪事件中 有暴徒袭击旅客 事后还有示威者 批评其行为过火 壮四对暴力感到歉疚 而暴乱发展至今 暴行不断升级 私了随处可见 更有嫁祸受害者的 无耻行径作收尾 可以说极端示威者已向香港的法治全面开战 当示威者对暴力行为的态度越来越宽容 既已印证了反对阵营内部的勇武派与合理非 逐步合流的趋势 扰乱秩序 瘫痪社会 营造人人自威的恐怖氛围 让有时知识和广大市民畏惧近身 是暴徒们一致追求私了的本意 暴徒虽作为残暴 却无非脑之辈 其深层图谋 仍是在空前程度上搞乱香港以火中取栗 一方面瘫痪特区已无能要挟特区政府 另一方面幻想私了 暴力冲击排山倒海 成为香港实际政治权力的来源 以为搅乱了社会秩序 无主之城内便再也不用顾忌 以为袭击了无辜群众 暴力自可畅通无阻 所以掀起更大的黑色恐怖 然而这些乱港分子打错了算盘 在中央政府的坚定支持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之下 争夺管权制 动摇一国两制 无异于吃人说梦 越是动辄 在暴乱中以武力冲击挑衅的激进分子 便越是要以甩锅 祸及妻儿 来威胁嫁祸旁人 种种饥不择食的背后 无非是施暴者自身的心虚胆战 穷途洞窟 当前香港面临的最大危险是暴力横行 法治不张 走到止暴治乱的关键时刻 作为打掉私了的利器 届是政府需要重拾市民对执法机关的信任 捍卫作为香港核心价值的法治精神 在这个意义上 反蒙面法已迈出了遏止乱举的关键一步 在此基础之上 特区政府更应稳住阵脚 以更多举措 抑制暴力活动继续沿严重恐怖主义方向发展 香港新界北总区指挥官郭英雍8日表示 警方会用任何刑事行动对私了进行打击 目前香港警方已分别在屯门 元朗 全湾 江军澳 及港岛东区多条主要交通道路 侦破暴徒非法路障 共居19人 零零有13岁至32岁 郭英雍还提醒 香港绝不容许滥用私刑 如果遇到习者被殴打致死 暴徒不但触犯暴动法 更可能被控制谋杀罪民 此外 整个香港社会也应该清醒起来 若社会倒退制拒绝与私刑割席 最失去保障的是每一位香港市民 而要赢得免于恐惧的自由 亦需要每一位爱港护港者的共同努力 需要集体成熟 更需合力对战港独 正义不会与暴徒私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如果您有任何的看法或观点 欢迎在下方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